国家糜烂如死 摄政王 倘若老佛义还健在 你的下场会什么 1911年10月10日晚 革命军在湖北武昌发动起义 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掌握湖北军权的黎元洪 被当众扒了衣服 捡了辫子 被迫造反 成了革命头子 此后革命党又连续拿下汉口汉阳 在湖北战地为王 对外宣布独立 改称中华民国 载风被气得牙痒痒 联盟召集大臣开会 商讨对策 清清王建议赶紧宣布 立宪挽留人心 载风不同意 我前两天刚拍板五年立宪 你现在就让我改 这不是打我脸吗 清清王说 现在只是湖北一声乱了 等孙中山回来一指挥 到时候举国崩溃 想立宪也来不及了 载风妥协说 那好吧 可湖北那边要派谁去镇压呢 清清王推荐袁世凯 载风立即拒绝 说我们大清又不是只有北洋军了 让我去求死对头帮忙 我不要面子的吗 载风说什么都不答应 便派了留学回来的军官 殷昌去指挥 可北洋六阵的军官 根本不听他的 坚决不出兵 没办法 殷昌只能求情宣旨 让袁世凯担任 湖广总督回来帮忙 袁世凯一看到圣旨 刚刚还蹦蹦跳跳的脚 一下子就不行了 不但没有跪拜领旨 还没给殷昌好脸色看 都三年了 供报这脚疾好了吗 我这脚啊 哎呀 估计太深 估计太深了 载风当年 开出袁世凯的借口 是患有脚疾 袁世凯这话很明显 是在讽刺载风 他明知顾问的说 大将军 你这次带军进攻武昌 一定急开得胜吧 阴昌避耳不谈 转移话题 骂起了前任胡广总督 瑞成 说那孙子压根就没出兵 直接就跑了 真不是办事的料 是我去找摄政王求情 才让你回来当总督的 袁世凯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殷昌 说那可真是谢谢你了 皇恩浩荡 可你看我这脚踏动不了啊 殷昌以为 袁世凯还计较之前的事 便说 国难当侯 不要计较之前的事了 士兵只听你的 你就出山吧 袁世凯联盟拒绝说 惭愧 你大将军神威 又有皇上的圣誉 士兵怎么可能不听话呢 这是你表现的好机会啊 说完便一瘸一拐地走了 不过在没人看到的地方 袁世凯立马恢复原样 国难当侯对袁世凯来说 那最好不过了 帮是不可能帮的了 清秦王看着袁世凯的诊断书 百思不得其解 以绞急为好抗旨 袁世凯到底有什么目的 清秦王 拜托袁世凯的好兄弟 徐世昌去说情 徐世昌说 我帮是可以帮 但没什么沉甸甸的东西 是说服不了他的 铁公鸡清秦王说 我保证 只要我有 我就一定会给他 于是徐世昌找到袁世凯说 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说吧你要什么 袁世凯一听 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别让徐世昌 转达自己的要求 袁世凯的要求有五点 一 要立即立宪 召开国会 栽风嘴硬说 用得着他说 这一条我早就准了 二 袁世凯要求皇上 下罪己诏认罪 皇上年纪小不懂事 但是辅佐他的摄政王有罪 胡说 本王摄政 勤政爱民 何罪之要 袁世凯的原话是 三年以来 朝廷亲贵当权 一家专政 违反组治 这是一 三年以来 官员们百般勒索民财 并无办成一件 利民之事 这是二 三年以来 司法之兆屡下 从朝廷到地方 官员们 实无一个守法之人 这是三 袁世凯 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气得在风怒怼 徐世昌 你这是向本王宣战吗 徐世昌说 这都是袁世凯说的 你别找我撒忌 除此之外 袁世凯还要求赦免革命党 实行言论自由 并要求重组内阁 敬亲王惊呆了 这哥们是想血洗中央啊 但为了保命 敬亲王第一个表态 称自己愿意让出 内阁大臣的位置 龙玉太后含泪批准了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欣赏下 新内阁的名单 这份名单可以说是韩元亮极高了 在封见到他后 一句客套话都没有 直接开口催袁世凯去打仗 袁世凯也不准备给他脸了 请摄政王退位 袁世凯此话一出 空气瞬间安静 载风愣了几秒 明白袁世凯想搞他 于是联盟拉拢龙玉太后下水 尴尬拍手说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我看你不只是想让我退吧 还想让皇太后退位吧 袁世凯连忙表示 皇太后乃我大清无上之主 真正的一国之君 心内阁凡有大事 必须请示皇太后 财宰风捧龙玉 袁世凯是在离间两人的关系 果然龙玉听了之后 脸上美滋滋 宰风有些着急 小心皇太后一致 女人不准 袁世凯呵呵了 当初要杀我的时候 你让龙玉干政 现在轮到我搞你了 你又说女人不能干政 啥话都让你说了 既然你搬出老佛爷 那我就替老佛爷教你做人 女人不准 那是老佛爷没有看到这一天 国家糜烂如此 死摄政王 倘若老佛爷还健在 你的下场会什么 宰风恼羞成怒 你这事大逆不道 我心内阁保的是咱大清 摄政王倘若下野 可我大清还在 一个是摄政王的大清 一个是摄政王的王位 摄政王只能要一个 选择吧 袁世凯这话 直接把宰风放在了国家的队里面 如果你今天不下台 那你就是自私 就是不爱国 宰风无力回击 只能放狠话 快淹死的人 只有拿棺材板 当救命板 袁世凯 今日我大清 只不过用一下你这棺材板 有朝一日 本王定送你一口好棺材 摄政王 我袁世凯高爱胖瘦 你都看见 你送我的这口棺材 可要不大不小 正合适 太大了 浪费材料不说 弄不好 里面不光装着摄政王 还有咱的大清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你要敢动我 你们爱心觉裸 就等着王国吧 龙玉下的赶忙阻止宰风 够了够了宰风 国家弄成这个样子 你摄政王责无旁贷吗 老佛爷说过 遇上大事 你还得跟我商量着办 可这三年里头 你总是独断专行 还得知道错吗 我看你先谢谢也好 就让袁世凯 把这用人行政的事情 抓起来吗 把锅甩得干干净净 再借机罢免宰风 龙玉不会是子喜的侄女 一下就学到了 当领导人的精髓 退朝后宰风找龙玉太后说 你要防着袁世凯啊 龙玉太后此时对宰风非常不爽 刚刚不是还说我不能干政吗 这会儿又过来求我 龙玉太后不打算给他好脸子看 说不是我说你 你之前要开除人家 我就不同意 现在你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我们请人家回来帮忙收拾残局 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 我看你也歇息吧 龙玉太后本以为抓住袁世凯 这颗救命稻草 就可以高枕无忧 但她还是天真了 袁世凯上台后 革命群的气焰并没有消退 反倒是越来越强 孙中山也已回到南京 经各个省推举 当上了国民临时大总统 龙玉太后直接问罪袁世凯 为什么不继续答 袁世凯说国库空了 没钱打仗 太后说那怎么办呢 袁世凯摆烂 说没办法 袁世凯不主动不负责的态度 直接把龙玉太后气哭了 您怎么了 袁世凯赶紧下跪说 经你这么一哭 我想到个好办法 那就是发爱国公债 众筹打仗 龙玉太后一听说好办法 我的臣民都是爱我大清的 我先带头捐三百万两 然而底下的大臣却无一人跟捐 龙玉太后说不捐钱不让走 这才有一个官员说捐二百两 龙玉直接发飙 你当我是要饭的呢 我说你们这是怎么了 老婆爷生前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要是咱大清都亡了 你们的财上哪发去 然后按人头让庆亲王捐了一百万 虽然有龙玉太后在前面筹钱 但袁世凯依旧无动于衷 因为他没有想好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此时的清廷已经实在不值得他卖命了 他想取而代之 但又不想被乱臣贼死的恶名 他突然问起杨渡 孙文是个怎么样的人 杨渡说他是个很乌私的人 自己掏钱起义了十几次 就是为了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 当不当总统无所谓 这吸引了袁世凯的注意 如果有人帮我干活还不收费 那我还这么累干嘛 于是袁世凯派杨渡去会见孙文 孙文对袁世凯也很感兴趣 问杨渡袁世凯是怎么想的 杨渡说袁世凯只能立宪 当不了君主 因为他不愿意被骂乱臣贼子 孙文略微一顿 心中有了个主意 于是他追问袁世凯人怎么样 杨渡开始疯狂安利 说袁世凯有能力 有格局 有手段有毅力 并且还是个好领导 下属对他都死心塌地 孙文听完 更加艰陷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想法 就是把民国总统的位置 让给袁世凯 因为孙文有自己的难处 中华民国刚成立不久 各处百废待兴 前线还要一直烧钱 跟清军打仗 但民国的国库里 只剩下十块钱 再僵持下去 可能会把新政府熬死 这时一个老人来拜访孙文 对着他又是跪拜 又是喊皇上 只让孙文意识到 只要清廷还在 人民的思想 就不会有质的改变 他要尽快推翻封建专制才行 而能在最短时间内 结束这个局面的人 只有袁世凯 于是 孙文命人给袁世凯发电报 称 只要他推翻清廷 就可以让他当临时大总统 不过 袁世凯的野心 可不止这么小 总统本身就有四年的任职期 还要我当临时的 我不干 我就要君主立宪 并且他不相信会有人 不喜欢权力 怀疑孙文是想利用他推翻清廷 然后在过河拆桥 翻脸不认账 就这样 谈判陷入僵局 最终 孙中山主动电话连线袁世凯 说我知道你喜欢君主立宪 可是君主 你让谁来当 爱心觉罗家的人吗 我绝不答应 去再找一个汉人吗 你不会答应 最好就是你去当君主 但你是大清的臣子 你要当了皇上 那就是造反 你就是乱臣贼子 孙文这话 着实是戳到了袁世凯的痛处 然后 为了让袁世凯放心 孙文亲口承诺 谁推翻了清政府 谁就是民国总统 说完便挂了电话 孙文的爽快 让袁世凯有点措手不及 虽然他清楚 孙文是想利用他推翻清政府 但不得不承认 成为民国临时总统 确实是实现他野心的一条捷径 所以他顾不了那么多 先当了总统再说 至于任期吗 上台了之后 再想办法